卡尔加里教育局是加拿大西部最大的教育机构 丰富的教育资源将提供不同深度与广度的课程及配套教育设施 以满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需求 及每个学生的兴趣及发展需要 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选择来到卡尔加里教育局学习 以取得亚省高中毕业文凭 是因为卡尔加里教育局被北美各大学及大专院校高度认可并赞同 您的孩子作为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如何在英语强化学习中得益 英语语言能力的提高除在学校通过系统学习外 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以提高语言能力 如多与朋友沟通 到商店买东西 或在市区内寻找一些有趣的事交流 在学校环境中 学生必须理解所有学科领域中的抽象思想和实际观点 并且能够阅读 书写 聆听和参与谈论这些思想与观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英语 熟练不仅涉及记忆或将一种语言直接翻译成英语 学生还必须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去分析 理解和创造综合学科知识 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分享所学知识 当搬到一个新的英语国家 很多因素将会影响成功地适应新的环境 与母语式英语的同龄人相比 英语语言学习者还必须学习新的文化 以及英语及各学科的内容的固定术语 为了弥合这一差距 有针对性的英语语言强化教学是很必要的 当学生升到更高一级的学习 英语基础记等至关重要 学科内容要求更高的语言基础 因此 教师必须重视对学术语言发展的关注 在高年级的学习中 要认识到不同的学科 需要不同的写作方式是很重要的 例如 学习社会学 学生需要写表明立场的文章 这些写作形式不同于科学实验室 或科学和数学课程可能需要的报告 所以 学生需要学习每种写作的正确形式 并有机会练习和改进 阅读同样如此 例如 阅读科学论文时 学生将使用与阅读历史文章不同的阅读方法及技巧 在英语语言强化学习中 老师将帮助英语学习者建立这些技能以及主题背景知识 以便学生能够很好的理解阅读和写作的内容 学习英语是终身学习的过程 研究表明 用于学术目的的英语学习 通常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得以发展 在学生抵达后注册时 所有学生将被安排入学评估 以评价与确定他们在各个方面英语水平 包括阅读 写作 听力和口语 卡尔加里教育委员会 使用阿尔伯塔省教育的基准评估体系 来评价学生的英语水平 评价结果与学校共享 以帮助与指导学生制定有效的学习计划 英语语价范围将分为五个等级 从语言水平一级 LP1 从入门开始到语言水平五级 LP5高级 语言水平等级的调整或升级 将取决于每个学生的情况 这涉及几个因素 例如学生第一语言素养水平 及原来的英语基础 以及学生的学习动机 努力程度和学习能力等 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学习进度表 CBE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以帮助英语学习者学习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高水平的 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技术 和采用不同策略来帮助英语学习者 有些学校 学生会在课堂学习过程中获得英语帮助与支持 有些学校开设专门为学生奠定英语基础的英语强化课程 英语语言的提高是需要通过课堂内外的努力而实现的 我们鼓励学生抓住一切机会来提高他们的英语能力 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提高语言能力 包括加入学校社团组织和俱乐部 与讲英语的人互动 在家进行额外的英语阅读 看英语电影 在社区志愿服务过程中学习等等 我们为学生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卡尔加里教育局是加拿大最好的教育机构之一 体现在国际性测评中 如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CBE的学生一直名列世界前谋 您可以相信 每个学生都能在卡尔加里教育局获得最好的教育 感谢您选择了卡尔加里教育局 如需获得更多关于国际留学生项目的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cbeinternational.ca